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年刚刚开始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在香港就发生了如此暴力的事情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中共已经把管理中国人民的一些方法直接移植到香港 香港的警察已经变成了中共的家丁 已经变成了大陆的公安 城管 和一些暴徒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一方面透露出中共的残暴 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中共对于未来的不自信 和对于未来社区政权的担忧 中共利用暴力来对付香港市民 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也只会让中共丧失更多的民心 对此我们呼吁大家要谴责 中共这样的暴行 要让中共为这种暴行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么它的这种暴力行为自从八九年到现在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这也是他迷信的唯一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上星期 我和兰图斯基金会讨论 中共对于宗教自由的迫害的时候 他在询问我这方面的看法的时候 我清楚地表达我的看法 我说中共对于宗教自由的迫害 实际上是思想控制的一个延伸 或者说是中共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所控制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宗教人士 西藏啊 新疆啊 蒙古啊 这些事情 他对于汉族人 对于不跟他保持一致的红色的人民 迫害起来也是一点都不手软 我们看到像高瑜 像李旺阳 像高智盛 像郭飞雄 这些从内心里真正认清了中共专制本质的这些人 中共对他们从来都不手软 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他关进监狱里 当然对他们来说时间是越长越好 这个大家是显而易见 所以我说这样一个专制政权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并不是在这说非黑即白 而是中共是不允许有任何和他不一样的 它是具有天然的排他性 只要你跟他不一样 他就会迫害你 如果对你实施威胁利诱不成的话 就可以拳脚相加甚至暴力死亡相威胁 那香港这次的这个行动呢 这次的中共的做法又是一个铁的立正 所以在此我想呼吁各界的朋友们 我们一定要坚定地支持任何一个敢于说出真相 敢于为社会公正说话行动的人 我以前说过 如果香港不能用香港的自由法治来影响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的专制必然就会影响到香港 那么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说中共没有任何的可信度 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一点 让我们一起在新的一年里挟起手来 不断地努力 让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无处存身 把它提早地送入历史 实现中国人民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